出門開好車 假日開遊艇 感覺就像在美國邁阿密 廚具界的勞斯萊斯 整個一套要價上百萬 無酒精看豪宅 大家好 我是惟昕 你有想過台灣也有像美國邁阿密的 濱海度假城市嗎 不用出國就能享受遊艇飆浪樂趣 我們今天要看的豪宅 位在安平港是台南極具指標性的建案之一 第一座佳高市里賓回車道 240坪空中會館 多項規劃在台南可以說是前所未見 室內空間151.45坪 五房五位格局 屋主在這間的裝潢更是耗資百萬 所有豪宅御用品牌齊聚一堂 水銀間帶你準備起航 你所認知的富豪生活長什麼樣子 在蔚藍水岸感受如同海上豪宅般的頂級奢華體驗 迎著海風透盡微光 搭乘私家遊艇巡航福爾摩沙的壯觀景致 全台第一個遊艇城市就在這裡 打造台南水岸新特區 安平港觀光區這裡約12.7公頃 耗資20億提供150個博位 未來將結合度假村主題商場 更是少數同時擁有運河台海以及繁華市景的地方 城市發展媲美邁阿密舊金山等全球富人灣區 世界級豪宅地標往往半海而生 因無敵景觀而偉大 安平港這裡弧形河海相繞四周 呈現玉帶環腰的地貌 是風水名師一致讚譽的風水寶地 從節目開播到現在 許多觀眾一直敲碗要看台南的豪宅 這股都因為豐厚的文化底蘊和在地美食 被票選為最宜居的城市 但現在一場改變正在發生 台南成為全台房價漲幅最高且最快的城市 近年隨著南科擴廠台商回流 世界QE熱情搶劲 加上大型建商大局入市 外在環境加持下台南華麗轉身 除了之前幫觀眾朋友介紹過的東區之外 在台南安平這裡更是豪宅品牌的兵家必爭之地 富力、府都、國泰等建商先後插旗 尤其是靠近市政府的永華路上段 因為位處市政機關核心機能成熟 加上土地珍貴稀有 已要成為房市新丑 十一住行育樂通通有 國家歷史風景區、自由貿易港 未來安平跨港大橋及北外環道完工後 更有效舒緩車流 進一步活絡永華商圈 吸引金流 車行四分鐘就到安平老街 想來個古蹟探險路線嗎 安平古堡一載京城走一圈 來場海邊浪漫約會 安平與人碼頭走路就到 傳統的台南豪宅可以像以購置透天別墅為主 但隨著十分環境的轉換 以及有不少在地富豪以及七二代 開始轉向購買擁有完善管理的知名社區 包括了華麗公社以及高度隱私 都是提升未來增值性的條件 台南的豪宅怎麼蓋 帶你來看看 水雲間規劃地上26層 地下4層 是台南數一數二高的晴天地標 外觀白色與繪如片片雲層涌向天際 以皇居為設計理念 遠看如帝王將相的免貫 讓夜幕低垂 天際線轉換星空夜景 並謀燈光設計更顯流動感 受到返鄉台商領袖的青睞 以及各界企業層崩的關注 水雲間作為台南指標性豪宅 採用費石耗工的五重制鎮工法 可降低遇到強震時的損害 相較其他大樓更深一籌 基地退縮近19米 獨步全台南 規劃加高式里町回車道 營造更進階的尊貴隱密 大廳是回家的第一道門面 除了要夠華麗 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展現開闊格局 光是走進大廳看到這7.8米的高度 就能夠感受到兩個字 霸氣 以西方新古典主義 撞擊東方帝王文化 義大利凍食 將尊榮典雅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地面裝置開枝夜冒圖 象徵多子多孫 吉祥如意 水雲間之所以經典 其中一個亮點就是公社 透過物主提供的畫面 帶大家一睹社區規劃 台南首創240瓶空中會館 絕對讓你大開眼界 價值300萬透明平台演奏鋼琴 恆溫恆濕專業酒窖 面寬40米獨家擁有的三面無敵海景 另外還有泳池 健身房禮兵廳等多項六星級修行規劃 帶你體會越享受越富有的豪門爭議 今天幫大家介紹的是四樓第一戶 是標準層當中品數最大的戶型 聽說屋竹光是裝潢就砸下百萬 所有家具配套齊全 不需要大整理就可以入住 一入門就能感受到豪宅的雲丁氣勢 有別於一般家庭少有的完整玄關空間 屋主安排充裕妥當的機能 三面頂天收納櫃體 避免入口凌亂的窘境 同時也藉著簡單鏡面整理儀柔 客廳作為室內空間的主角 不僅是現代人的生活重心 更能凝聚家人之間的互動 看一下這4.1米的窗景 引入充沛日光 營造開闊舒適的居家感受 沙發後方再打造工作場域 延伸陽台視覺 坐在視野開闊 採光充足的陽台 6.4米大尺度陽台 可讓主人大展身手 打造空中花園 或是自家星空酒吧 以溫水木質元素散發人文空間感 無論是牆面啦收納櫃 都選用相同配色和材質 來延伸整體風格主軸 並維持空間的一致性 在後疫情時代 廚房的多元機能是設計的新趨勢 利用料理電器可以減輕烹飪的程序與負擔 考量料理種類習慣與頻率來規劃餐廚之間的動線 疫苗化身優雅料理達人 從廚房就能看出品味 打造居家美食生活 這一套德國bootop被譽為廚具界的勞斯萊斯 要價上百萬 豪宅御用一線品牌相聚 美味餐點隨時上桌 為高端客群量身打造的格局 屏數一定要夠大 才能夠讓設計更加坦性 廚房連接工作陽台 從這裡可以通往庸人房 將公司領域主樸動線以及生活通道分開 互不打擾是最精心的安排 自動門打開之後就是私領域了 室內使用空間90坪以上 除了互互三面採光 這裡還有一個值得一看的地方 飯店特有的連通房設計 房與房之間透過衛浴連結 釋放空間尺度 創造實用彈性 臥房展現法式古典風格 明亮採光灑進室內 增添舒適感 還有一出亮點 除了肩肩套房 還特別設計了雙主臥 闊氣格局就連三代同堂也不顯擁擠 由於屋主本身是科技業 所以在裝潢細節上 也可以看見相關的亮點 像是進入私領域的門 進入更衣室的門 甚至窗簾都是全自動的 每次進門都有滿滿的尊榮感 這也是我們造訪北中南這麼多豪宅 第一次看見的設計 更衣室比一般人的主臥還大 摸自行動線 不只可左右區分男女主人衣物 分層功能性收納 讓配件更加一覽無遺 從主流衛浴可以猜到屋主 可能是個飯店迷 六星級規劃 四件式衛浴 還有這個豪宅迷都很熟悉的VV 香港半島酒店 東方文化酒店 甚至是德國新天鵝堡 法國凡爾賽宮 都是用這個品牌 但真正的看頭在這裡 邊泡澡邊看電視 真是太享受了 縱觀四樓低戶 擺平雙車位豪宅 配有高檔裝潢及家具 格局規劃方面 間間套房 且設置獨立更衣間 加上庸人房獨立出入 淨顯豪宅風範 看完今天的豪宅 來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水雲堅位在台南燙金門牌 永華路上 由於鄰近市政府 加上土地稀有 是台南首屈一指的豪宅聚落 周邊經營生活成熟 加上觀光資源豐富 無論是名勝古蹟或日常採買 都相當精彩 建案多項規劃獨步台南 例如家高市里賓回車道 調高7.8米的皇家門廳 這會更享有多項高級公設 其中25樓空中會館 有360度的三面無敵海景 讓層風待客更有面子 今天看的物件是4樓低戶 全樟屏數含車位是151.45平 是標準層當中屏數最大的戶型 在空間規劃上也更有彈性 但要提醒一下這個物件是低樓層 比較沒有辦法直接跳往到景觀 內部格局則是完全為豪宅客戶量身打造 屋主花費百萬裝潢 貼心規劃三大分離設計 將公司領域、主步動線 以及生活通道分開 但由於戶型面積 需考慮攜曬問題 這點觀眾朋友可以參考看看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觀眾朋友如果有興趣 想要進一步了解物件 歡迎聯繫銷售窗口田佑生 另外別忘記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優缺點想討論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